来,广哥哥的约瑟夫啊,每次看他的约瑟夫都是一种挑战 对吧,因为很难判断到底优劣是怎么样的 因为前期比如比较烈了,对吧,很容易被他一波打回来的 所以尽量对吧,少说多看 学习为主 上来直接秒拍一张照 这个走位的话,我们看他这个熟成点位是往哪个方向走啊 祭司这个点位应该是可以判断到的 因为这个点比较的固定 他这个刷点,祭司这个点没什么地方可以躲,就这边可以躲了 刷到祭司以后,看他是往中间走呢,还是往边线绕 这边是想往边线绕 往边线绕 是往中间走呢,是有机会能打那个三个 然后往边线绕呢,一般来说能打两个 但是第二个呢,他比较的固定,就在这个墓地这边附近了 找一找呢,比较好找一点 这边好哥哥应该是选择比较求稳的一个找法 对,就像这样子 你如果往中间去呢,他们的一个选择就是说 他在中间嘛,他可以往左可以往右 然后有一些点呢,还可以往二楼去 你就不一定找得到 然后找的一些路线很多 但是如果往边线走呢 这个路线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 这边把人放下 好,看这里能不能找到祭司了 直接在摸了 中间一个队友,佣兵报个点 这样的话,穷子还挺舒服的 对吧,祭司三个洞 然后把祭司摸满了以后,前锋有球 就算有闪也不一定秒得掉 呃,要看第二个镜像了 这里就在镜像的一个中间CD7 可能会打一打,骗骗鸟 把鸟逼出来 这里的,你看 刚刚想说空灰一刀骗个鸟 这一刀就上去了 那这边差不多 这个鸟 待会可能能起到大作用啊 你现在没闪现了 这先知六你 还挺好六的 这里不好抓呀 因为现在没有二阶 到了二阶呢 你能转牌 可能还能够走位骗一骗什么的 现在没到二阶 硬追这个先知 我觉得这一把不好打 那这边要牵着先知的镜像走了 不过无论如何 约瑟夫的局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只要能够把穷者的血线 全部给空残了 他是有机会一波翻回来的 因为只要倒地了挂上人了 然后穷人的血线全残 是救不了人的 那我们就看他能不能有这个机会了 现在从那个整体上的局势来看的话 约瑟夫这个局不是特别好打 对吧 外面先知有鸟 然后救人为一个佣兵也是满血 这里要过去处理一下 他应该是开始要修血了 把穷人者的血量全部打残 哎 一刀 好的 这边先知倒地 位置能够判断到 要去捡吗 还是说这边过来先把佣兵打一刀 对 空一空佣兵的血线 因为那边过去大概率先知会被摸起来 我也不着急 反正你先知的一个位置是固定的 好 这边先知起来 祭司 这里处理不了 满血祭司 先知的话有鸟 骗一刀 把鸟骗出来 好的 一刀直接带走 鸟都没机会交 就是卡的这一个镜像的一个结算期间 对吧 这样的话挂在一台遗产机 不过还好佣兵那边 祭司都可以救人 祭司都可以救人 前方那边想要撞救啊 撞救 打约瑟夫撞救有点亏啊 打约瑟夫撞救是不赚的 但我自己感觉打约瑟夫撞 因为打约瑟夫他这个局时间会拖的比较长 你本来这个屁股可以做个30秒 对吧 你这30秒外面 就算那个祭司的电击被干扰到 这里前方就是想要保证 就是他拿自己的那个屁股的时间来 就拿先知屁股时间来换的是什么呢 换的是那个求生者的一个健康的血量 因为如果说祭司挨一刀了 那待会真的没有人救了 只能佣兵了 这佣兵现在半血 还得修自己的电击 行嘛 也行 也行 不过这个闪现很焦的 先知还有只鸟 这边翻一个板 哎 绕一手好了 那这边先知的走位还是非常细腻 这样有机会 翻 转 鸟没给出来 不过没关系 还有下一波 祭司换过来 这边祭司的电击 没怎么修 板子都给你下了 这边下不到 穿个洞进去 要绕到后面打洞 要绕到后面打洞 救人应该是祭司救了 中间这台电击 佣兵摸好了 那佣兵救 祭司可能没有博命 他这里是来补佣兵刚才的遗产 开一张罩 电击差的不多 电击差的不多 这个镜像的话 祭司才应该能点掉 前锋这台我们看一下 前锋这台已经点掉了 那就差这最后一台了 先知现在是有鸟的 救了以后进镜像 佣兵捞镜像 先知这边顶鸟走 博命是开不了车 他只能往墓地里面走 现在没有闪现 这边翻一个窗加一个树 能拉开的距离还挺多的 然后佣兵这边把先知的镜像 一捞这把有穷肉 机会能打一个多跑的 只要这个先知还能溜起来 这刀没打中 判断判断到了 但是没打中 再抽刀 一刀打 镜像里面挂不了 两个人和修 这边的电机要直接亮 这边的电机要直接亮 约瑟夫这边 由于他的闪现是焦掉 我们知道 上几十小时知道 他是没有办法切传送的 这边如果球者直接亮的话 前锋有球 用兵有护臂 是有可能打一波多跑的 镜像结算 那这里前锋想来撞一手吗 算了吧 这波撞 也只是形式性的撞一撞 应该是一个三跑 因为开门时间差不多够了 前锋在 佣兵在 祭司也在 70% 还是前期追 这个先知处理的好 先知六的好 这个先知六的还是挺好的 然后球人这边的话 也没给到任何的机会 我还是觉得过程当中 那波闪现打先知 不是特别的舒服 当然他应该是还是想要控血线 但是球者没给他这个机会 前锋那波撞 就从最后的结果来看 也是很好的